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来进行的是微积分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stock定理 在介绍stock定理之前 我们要先介绍的是 曲线跟曲面的方向一致性的问题 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呢 是要这样子说的 如果说一个曲面 一个曲面 我们的normal 基本上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向外的 一个是向内的 这都是它的一个normal的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为了要连结这个 线积分跟这个面积分 要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我们必须要一致 所以我们就定怎么呢 定一个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一个人 在一个 这是一个圆好了 假设是一个区域 在一个平面 上面的话呢 盖着一个帐篷 它在沿着它周边走 帐篷是在它的左边 左手边 那么它的这个normal的方向 是正的 那么我们就说了 那这个是normal是朝上 这就一致 好 那么这样的想法是 如果同学能接受 那也OK 如果同学不能接受的话呢 就是还是看不懂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想法来想 用螺丝起子的方法来想 close的方向 如果说我们是向着这个逆时针的 这个地方去旋转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螺丝起子 这个罗赖把的话呢 这样子转了以后 各位同学知道 这个钉子是往哪里走 是往里面走的 往上面走的 那就对了 这是normal的方向 这是什么呢 我们的tangent的方向 如果是这样子走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曲面 这上面的一个曲面 是什么呢 是跟它同向 记得了 曲面的话来说 这方向是朝上的 那它这样子做的话来说 我们就可以确保 stock定理里面的内容 是不会差一个负号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stock定理内容是什么 stock定理的话呢 是这样的 f的话呢 是一个就是 在3D里面的一个向量场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还要含边界啊 这个边界我们要考虑进去 这底下一个边界 因为我们要算的是 它的限积分 边界是piecewise smooth 假设向量场在s的一阶 微分的话都是连续的 就是指的是 在这个区域的这上面 那么t叫做什么 叫做tangent vector 就是我们所说的切向量 那么n是什么呢 是法向量 就是我们s的法向量 好 那现在我们说了 说这个限积分啊 沿着这个底下的这个圆啊 它的这个限积分 这个当然这个地方 不一定是要圆 它只要是一个 封闭的区域就可以了 沿着这个地方来 所做的一个一圈的限积分 将会变成了 上面这个 它的这个 这是什么 旋度 在哪里呢 跟我们的normal dot 出来的结果 那么会是什么呢 它的面积分 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同学的话呢 都一直都不了解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限积分 将会造成的是一个 另外一个方向的一个旋转度呢 那么我们从这个这个例子来做起 这个红色的部分啊 是我们的向量场 那么我们沿着这个啊 我们这个地方上呢 是呃 是一个一个一片 一个这样子长长方形的一个 一个矩形的弯曲的一个薄片啊 沿着上面来做积分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线积分 从这个这边来看的话呢 这个线积分的值 F跟T是同向的 所以它DOT值是有的 而且是呃 是正的 那么我们就确认了 这是正的 正值 那么从这边来说的话 向量场跟我们的行进的方向 这边是DOT是乘90度 所以这边不用说 这边的线积分值是零 从这边到这边来说的话呢 我们的向量场跟我们的行进的方向 是逆向的 所以是呃 乘180度 这是负的 这边是负值 而且负的 如果一样的话来说 我们就 我们可以发现 这边当然是零 这边的线积分 绕一圈的结果是零 那么零代表什么意思 没有旋渡 好 那什么是旋渡呢 我们从呃 这个题目来看 就可以比较清楚了 来 我们从这边走过来 那根据过去的经验之道 这个地方也定是正的 从这边到上面去呢 这边是零 从这边到这边来呢 诶 这也是正的 因为是铜像 那同学要注意它的方向 这边是零 所以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线积分 绕了一圈的这个值 它是正的 它是正的 是有值的 那它的旋渡就会产生 它旋渡是怎么产生的呢 来我们来看看 从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看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的话呢 它是我们假设 这边放了一个 一根杆子 那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向左的力 这边有向右的力 将会造成了一个旋转 那么同学就知道 它的意思是什么了 这个的话呢 像它这种有逆向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将会造成 一个旋转的一个方向 那来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这个呢 这个是正的 这边是零 这边的话呢 这边是负的 这是逆向的 这边又是正的 这边又是零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不会是零 它将是直是正的 但是它是比较小的 那么等一下我们再一口气 再解决这个的意义 那这个来说 这是正的 这边顺向过去 这也是正的 这边绕过来 这边也是正的 好 这边过来 也是正的 我们发现这个是正的 非常的大 正的非常的大 那它的旋转的 方向的话呢 就会非常的强烈 那么我们来告诉各位同学 那这个面积分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面积分的意义 它是 这个是 微小的 面积 那么现在的话呢 它这个是 它的旋转的一个 旋量 在哪里呢 DOT在 Normal方向的投影 在Normal方向的投影 那这个地方来说 它跟它的 这个整块的 这个 面 是有关系的 那么 大的话来说的话呢 它将会比较大 每一个地方都会有旋量 那像这个地方来说 完全都 每一点都是零 像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发现 这边的话呢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拉扯的量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拉扯的量 那这边就会有一点 一点旋量 那这个是小的值 那这个是 比较为大 那这个是最大 那么大概的 我们介绍了 Stock定理的几何意义 那么我们后面的话 我们将会 用这个算式来去 验证Stock定理的内容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的是 Stock定理的内容 还有它的大概的几何意义 那么其实Stock定理 我们在前面的格林定理里面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它就是它的 3D的一个版本 那这个地方来说 线积分跟面积分 它使用了一个Stock定理 做了一个结合 这个包含的是 那个格林定理 还有高斯定理的 这个平面版 其实也是 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只要跟面积分有关系的 计算都非常的麻烦 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知道 如果有考到了 面积分的题目 要是能够把它化成了 线积分 或者是甚至三重积分来做 都会稍微简单一点 那么我们在后面 我们将会介绍的是什么 高斯定理跟Stock定理 其实它这个定理的证明 如果同学仔细看 它就是微积分 基本定理的一个延伸 基本定理的一个延伸